记者张存归台东报道 台东自然很美,但人为好丑 台东县长黄建廷催生的台东设计中心今天下午正式开幕 黄建廷表示,这是台湾首个县市等级的设计中心 在台东县未来发展上导入美学、设计概念 而设计中心也将串联专业团队提出一连串场浴火化 设计提案台东设计中心位于台东旧站旧旅客服务中心 今天正式启用,未来一楼可作为交流、讨论空间 二楼则将办各种展览 黄建廷说,台东设计中心设立的契机是两年多前的尼伯特台风 复原重建计划庞大,也希望因为加入设计、美学概念 让台东变得更美好、更安全 不过台东的设计人力、素养都不足 必须尽早推动 因此成立台东设计中心 台东设计中心执行长为台湾创意设计中心董事长张基义 未来设计中心将只做加分的事 不做重复资源的事 将展开公务人员设计、美学赔利课程 甚至改变公务人员明天 现付入口网站 并预计10月推出世界最美的教科书展 一站计划等